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介紹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駕站軟體 叫做Webly 那這個駕站軟體呢 雖然很簡單 可是他做出來的網站可以非常的專業 像這個真美美學診所 他們診所裡面的小助理呢 透過我的教學之後 Webly的網站可以做到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所以雖然很簡單 但是不代表他就不專業 他很簡單 而且也可以做出很專業的網站 然後呢 我們到後台去看一下他怎麼去申請設定 你只要到這個Webly的網站 網站怎麼登錄呢 在影片的下方有個連結 就直接點擊連結就可以登錄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去註冊一個帳號 譬如說我註冊這個帳號的test好了 然後你要記得打你正確的email 不要亂打 然後輸入你的密碼 然後直接按開始 好這時候呢 就已經申請完畢了 那你進來之後的第一步驟 你就直接點網站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會進入一個範本區 那這個範本呢 就是去呈現你將來想要做的網站大概的長什麼的長相 比如他的首頁的長相 那假設我們先隨便挑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 移過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下選擇按鈕 接下來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剛開始呢 因為我們想要先用免費的方案 所以呢你就直接選擇第一個 然後直接選擇你的網址 Test 2015 0921好了 今天的日期 然後只要右邊這邊有一個勾勾寫可以使用的話 就代表這一串網址你可以使用 然後按繼續就可以了 好這個時候呢 首頁的地方它就會顯示出選擇一個佈局 選這個佈局的意思就是 它底下本來是空的嘛 那一般如果你沒有美空基礎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你按下選擇一個佈局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些範本 剛剛的範本呢 是指上面的這個title的圖片 那現在我們選擇這個佈局呢 指的就是底下這個網頁的內容 要怎麼樣做排版 佈局就是它排版的意思 然後它就會秀出排版的方式 那譬如說我用這個 我選擇這個排版方式 然後它就會秀出來了 那我們就按下保留或是取消 取消就重新選擇 然後按保留呢 就是把這個排版方式確認一下 那我們要去更改圖片很簡單 就是按這個圖片 然後上傳自己的圖片就可以了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然後其他也是 那修改文字也很簡單 在裡面修改文字 修改成你自己要的文字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 修改成你自己要的文字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最後一步很簡單的 就是右上角有個發布 按發布 按繼續 跳過 然後單集驗證一下你的帳戶 因為它會選擇你的手機號碼 所以你就去選擇一下你的手機號碼 那這部分就交給你自己做了 因為我已經申請過了 那只要驗證過你的手機號碼之後呢 它會 你的手機會收到一個簡訊 那你就把那個驗證碼呢 把它key進去這個 web.ly裡頭 然後呢最後一步啊 你就按這個發布 記得按發布 按下發布的時候呢 你的網站就完成了 就這麼簡單 今天就趕快試試吧 開始吧